不能造业 不能造业这一句话容易结束 不容易做到 我们试问一问 能不能原谅一个 陷害我的人 羞辱我的人 毁忘我的人 那么呢 不能 不能就远远相保 那一定要原谅他 为什么要原谅他 他是反复 他不了解是真相 真相是假的 我问你他 假的 不是真的 你怎么样陷害和陷害这个假神 不能陷害灵性 灵性是真的 灵性 不散不明 那是真乎 他跟自信相应 这个神跟自信不相应 八十五十一线索 都不是真的 是迷失真相应 是迷失真相 变成的幻想 谁迷失真相应 自己迷的 换句话说 无意不是自作自首啊 你怎么可以 怪罪别人 你真正看清楚 看明白了 对于一切陷害我的人 甚至于想 过离往各界身体 也复之以笑了之 人如先人感谢 郭立王 为什么感谢 他帮他提前臣佛了 人如先人 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亲身 郭立王 成就了释迦牟尼佛 把释迦牟尼佛 称佛提前了 所以释迦牟尼佛法语 将来我称佛 第一个多尼 他就是 世尊弟子的 乔诚如尊者 佛说话算话 洛爷爷 吴比丘 佛说四地方 第一个开户 正安乱苦 所以 不能怪罪别人了 这一点 比什么都重要 学佛这一关 不能痛苦 你就难了 关关都要痛苦 真正向 祝福如来 大慈大悲 明念一切众生 一切众生 本来是福 迷失了自信 变成这个样子 像小孩不懂事 拿个小圈头 打你几下 你还想跟他打一架吗 你八十岁了 他才三岁 八十岁老人 会给三岁小孩还打一架 不可能 不可能 所以学佛的人跟不学佛不一样 学佛的人了解四十真相 这个口 这真彻底 世间人 达到最高的境界 也就认识因果 不造罪 我为什么原谅他 免得以后 云云相保 这是世间神仙 出世间神仙 完全一体 牙齿要摇到舌头了 舌头还要找牙齿算账吗 这不可能 为什么 一体 一体从哪里看 就记住 六祖一句话 何其自信能生万法 这一体 万法是全宇宙 从哪来的 自信神 这个都要承认了 一切众生跟我是一体 慈悲心是从自信流出来的 真爱 害我的人 真爱 非常可怜 他迷得神 我比他迷得浅 我就得原谅他 那他不原谅我 他还继续来陷害 随他去 害死了 很好啊 为什么 到极乐世界去了 你看 他做好事 把我早一天送到极乐世界 永远只有感恩这个词 没有怨恨 你把四十字极要搞清楚 干干的你先生起来 那你修佛有什么好处 好处就这样 真的把诸法设想 搞清楚 负责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